中港融合已經融了九成 港人不想消費成為風潮 令我們知道 一小時大灣生活圈很成功 自從港共政府 向大陸學生兜售DSE考試 短短一年已經出現不少問題 今後會令DSE的認受性被質疑 網媒追新聞做了一個專題 訪問考評局歷史科 評核發展部前經理楊詠宇 除了拆解小紅書的涉提風波有多強勁 還分析中港融合的教育產業鏈 是怎樣形成 DSE的份量 帶來什麼不可逆轉的影響 如果在百度搜尋 香港身份的高考福利 彈出來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 都是向中國考生 黑銷考DSE的好處 例如說 香港人口銳減 未來考生的人數 將會暴跌低於4萬 由於香港考生的大學選擇繁多 升讀大學的比率大增 競爭遠遠沒有國內的高考那麼激烈 國內的考生很有優勢 諸如此類 還羅列有些什麼優勢 例如可以用簡體字作答DSE試題 考試的內容 比國內的高考試卷簡單 還容許編科 選擇考最好成績的兩至三科 還可以使用計數機 疫情之後 有六八九牽頭的港人子弟學校 好像雨後春筍一樣 在深圳和廣州 紛紛成立 考評局今年 還是第一次在這些港人子弟學校 設DSE考試場 據楊詠宇的分析 考評局要招攬 更多大陸學生考DSE 首先要在香港 提供師資培訓 近日在小紅書 或者在淘寶擁現的個體戶 他們利用自己考生或者監考員的身份 證明自己 有辦法拿到應界的考試卷 楊先生的初步判斷 說去年7月發生小紅書用戶 叫做DSE五星星王老師 他尚在被列為機密的中文科卷儀 以及今年主科的涉題風波 都是用個體戶的營運模式 而這次涉及在學校 擔任教學助理的監考員涉題 考評局才不得不報警處理 楊先生還認為 小紅書的帳戶 一般都有多重身份 除了滲透香港教育系統之外 還涉及中港教育業務 帶人去參觀香港大學的校園 還提供了補習服務 所以他們要上載試卷去小紅書 告訴別人我這些資源是真的 既可以做生意推廣 也都可以當是賣廣告 在4月11日 中國語文卷一考試 有小紅書用戶 上載試卷的相片 考評局秘書藝向東 在回覆記者的時候 他譴責個別 別有用心的人士影射事件 事隔一日 英文科有發生涉題事件 考試局就嚴肅處理報警 說這次是老師做 不是考生做 所以要處理 今年的DSE沒有了通識科 用愛國教育為主的公社科代替 立法局議員鄧飛 今年1月在立法會爆響口 說留意到考評局的網頁顯示 少了77間海外院校 擔心這些院校不再承認香港的DSE 其實應該是79間 不過海外院校 都依然給香港DSE考生 Conditional offer 至於公社科的影響 就要看外國院校怎樣評價 如果他們認為以後的DSE考生不夠清 或者會要求他們考IELTS 或者是SAT 去證明學術能力 甚至要求學生讀Foundation course 由於小紅書洩漏了試題 那又揭發新來的香港專才 他們投身本地的教育事業之後 湧現了一班個體戶 在網上開補集社找食 追新聞的記者追查後發現 中港的教育產業鏈很不簡單 第一屆DSE 在2012年開校後 教育財團 就開始將DSE引入大陸 在疫情過後 港人子弟學校 在大灣越開越多 而這一批已應考DSE 作為招來的一條龍學校 背後暗藏 財力紅厚的教育團體撐腰 以配合國務院的 越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綱要 這些政策的目的 是融合中港教育 一聽到融合兩個字 各位都猜到是這樣 即是將大陸那一套搬過來香港 香港之前的一套 就抹走了它 去年第一單洩漏被揭發之後 就暴露了這個大規模的產業鏈 涉及新界校長會 同一個大陸機構叫 擔函凡教育團體 他們兩個的合作關係 之後和一堆不同的教育機構 簽訂十年辦學協議 雙方由教師招聘以及培訓 除了深度合作 設計兩地課程 還說要提供給香港的學生 有深圳特色的港式教育 這樣說 這間擔凡教育機構 在中國不同城市都有分佈 管理層都是中共黨員 有中聯辦和教育局支持的 不僅僅是擔凡教育 還有689牽頭的 廣州藍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 這間學校背後的財團是 惠明教育 惠明教育的創辦人叫林浩 是民辦企業 在1999年 北京的中關村創立 全國都有它的業務 中關村被大陸吹捧為中國植谷 根據最新的報導 中國企業 已經收購了17間英國私立學校 其中有9間學校的始創人或老闆 是中共的高層黨員 至於剛才提到的新界校長會 他的榮譽贊助人 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會長叫朱景宏 他擔任耀基教育機構的執行董事 以及香港教育大學 院校協作計劃顧問 在眾多港人子弟學校 廣州企大港澳子弟學校 得到考評局選擇DSE的市場 背後的創辦人兼董事長 都是那些什麼青年總會主席 還有港商的第二代都有積極參與 例如金利來集團的曾志明 現任主席是霍家的霍啟山 上載史提及補習的產業鏈 已經形成 教育局除了報警 還有什麼作為呢 不少香港學生想著 在香港完成中學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想有好成績 要麼就參與了遊戲 參加他們的補習班 再不就離開 是時候去探索一下 外國有什麼可以負擔到的社區學院 憑個人能力很難和大環境鬥 浪費的是自己最寶貴的光陰